皇帝者 少典之族 姓公孙 名曰轩缘 生而神灵 弱而能言 幼而训起 长而对名 长而聪明 你读过我爱读的书 那当然 而且我还知道 你叫杨韵 太史公司马迁是你的外祖 刚才你背的这一段 是太史公书的开篇五帝本记 你是谁 我嘛 算是你外祖的一个 远方而来的学生 特地来拜访他 我外祖家就在前方 前方 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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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报 太史公书本季十二篇 勘验完毕 表十篇 勘验完毕 书八篇 勘验完毕 世家三十篇 勘验完毕 列传七十篇 勘验完毕 父亲 太史公书一百三十篇 勘验完毕 今日 太史公书要入阁 先赴予我两代人 竭尽毕生经历 铸成此书 现已教宴吾 诺 送书入阁 太史公书入阁 足以告慰 先赴之力 外祖 我回来了 啊 月儿 五帝本季背得怎么样啊 能背了 皇帝者 少典之子 信公顺 明月轩缘 愿而聪明 这位兄长会背更多 你也会背 生而神灵 弱而能言 幼而训齐 长而敦明 成而聪明 轩缘之时 神农是世衰 诸侯乡清法暴虐百姓 而神农是福能争 于是 轩缘乃习用干戈 以争不详 诸侯闲来兵从 我这太史公书尚未公之于世 你为何能背责 晚生明萨贝宁 是两千多年之后的一个读书人 两千年以后啊 正是 两千多年之后 宁的这部太史公书 被称为史记 被谓为史家之经典 我们从小就读啊 学生此番前来 是想知道先生 是如何完成实际 是有这样一部剧著的 想他这么大的时候 我父亲告诉我 修史 是我们司马家的使命 作读书 用戏电脑区的生命 立法 离世地官 执掌农士 重离世 分思天地 我司马一族 历经遥顺夏商之舟 世代为天官 掌管历史 我长大了也要当史官 是吗 史官不仅要技术先贤 还要实录当下 那我先记一件事 何事 从今天起司马迁要做史官 你要做史官 好孩子 今天为父要赠你一支饼 就作为你的史官之饼 要记住 史官要敬畏自己写下的每一个字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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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生龙门 跟母和山之羊 年始岁则送古文 二时而难有将怀 芸儿聪明 芸儿 不要打扰外祖和客人谈话 走 娘带你读书去 外祖我告退了 先生我走了 诸位辛苦了 刚才杨韵背的那一句 应该出自您写的 太史公自叙 父亲让我从小在家乡耕渡 直到我二十岁才受父命 离家壮游山河 芸儿远行游雪 拜别父亲 芸儿 用这支笔 记下你看到的一切 芸儿记些了 先生 等等我 先生 此地便是九仪山 我们为什么要来这儿呢 追怀顺利的美德 大顺 等等我们 等等我们 大顺 等等我们 顺何德何能 值得诸位舍家追随呀 因您有忠孝的美德 因您有礼让的美德 所以追随您 顺利二十岁时就因为孝顺而闻名 他走到哪里 美德就在那里流传 相传一年的时间 顺利居住的地方就会成为一个村落 两年就会成为一个小城义 三年就变成了大都城 你读书记得很老 谢谢先生夸奖 追随有美德的人 我们会过上好日子 我一定努力让大家过上好日子 我会对待你们的亲人 就像对待自己的亲人 我们把每个小家 聚合成一个大家 咱们就是一家人啊 对 咱们是一家人 以忠孝传善天下 天下明德皆自余地时 五帝本纪 我写顺帝的文字用得最多 就是想把顺帝的忠孝 传至千秋万事 百行孝为先 忠孝传家 后来成为了世代相传的中华家风 这要感谢您的技术啊 要感谢大顺 谢大顺 我在会计山太语学 遥想大雨 会蒙诸侯盛况 诸位 都是一方诸侯 今日 召集大家会蒙 共同祭祀天地 是为了 合为一体 安定家园 合为一体 安定家园 大雨的事迹 我记得 您在下本记中做了记载 我记大雨 很多出自书中的 雨共一篇 会计山不仅是大雨 贵蒙诸侯的地方 也是他的后世子孙岳王勾剑 被困之地 后世子孙勾剑 携族人前来祭拜先祖大雨 父王 祖先为什么葬在会计山 他治国有方 天下安定 在此惠蒙诸侯 攻城而崩 就地 安葬于会计山 先祖崇高 我曾被吾王夫差 困于会计山 从异国之军 沦为奴仆 我那时时常感慨 我忠于此乎 父王卧心长胆 终一雪前耻 护住了越国 先祖 越国还在 家国无恙 家国无恙 后世子孙勾剑 拜先祖 明为勾剑写下 岳王勾剑世家 岳王勾剑是大雨的后人 勾剑的祖先 受封在会计山一带 是负责祭祀大雨的 像大雨这样的先贤 应当永远被祭祀 后世还祭祀大雨吗 在我们那个时代 公祭大雨的活动 已经是国家级的祭祀圣地 好 岳王勾剑 握心长胆 流芳后世 勾剑遭难 却为国忍辱 若无他的激励 太史公输 未必能有今日成书一刻 所以先生写下了 人故有一死 死有重于泰山 或轻于鸿毛 敬拜先生 先生 此为何地 姓潭 请教夫子 我听说皇帝治理百姓三百年 为何他能一个人治理百姓三百年 之久啊 他活着的时候 人民受其恩惠 一百年 他死了以后 人民敬服他 一百年 之后人民 运用他的教导 一百年 一百年 所以说 皇帝治理了三百年 敬仰皇帝 我们 我们都是皇帝的后人 当追慕先贤 追慕先贤 追慕先贤 所以 您和您的父亲 都是在用书写七始的方式 追慕先贤 可敬 我在蜜罗江畔 追念屈原 先生 先生 此地 便是屈原 头江之处 屈原眷顾家国 满怀幽愤 理想和志向化作千秋雄文 万古事章 路漫漫 路漫漫 其修远兮 不将上下而求索 屈原人品高杰 屈原人品高杰 理想出高 留下离骚 万事传扬 后世有一位鲁迅先生 他评价您的史记是 史家之绝唱 无韵之离骚 此人 是我知己 我项羽 写江东子弟八千人 诸灭报警 写江东子弟八千人 该下一站 竟无一人生还 我又何颜面 去见江东父老 没有一死限在 没有一死限在 非战是作业 为这段历史 您做了项羽本计 项羽推翻秦朝暴政 是他的攻击 但他骄傲而又暴躁 有人才不能善任 是他失败的原因 千秋功过 皆在清史 每一个历史人物 都如同觐见 壮游山河 青年立志 在顺鹤羽的身上 看到美德 在岳王都剑身上 学到隐忍 在孔子柱里 追目先贤 在密罗江畔 感受屈原的家国情怀 在乌江之畔 继续向上的英勇 也反思他的败文 山河是一部史书 壮游如同毒史 旧天人之计 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